嘿!的早餐宣佑! 我是阿神Clicky! 歡迎來到我Studio! 有Bob們知道這是什麼語言嗎? 我看不太出來耶 這沒問題Minecraft 然後我們要繼續往我們的 孟佳門 屈家在村的荒零 上集Episode的時候 我們離開了吳郡 然後到了... 這個地方 應該是屈家在村 我們去借了... 去招待所借了房間 所以... 上等的女兒紅 你還在女兒紅喔 這邊也有客棧是嗎? 為什麼會跑出上等的女兒紅這個? 啊!我知道了! 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 那個... 上集Episode那個老闆 機店的老闆 他跑去喝女兒紅的是嗎? 好!扯遠了! 上集Episode的時候 我們到了招待所去借房子 不對是借房間 不過房間似乎被借滿了 所以我們到了... 嗯... 就是... 醫療站這個地方 去借...就是... 借地方睡 不過我三張床 所以其實還好 不用跟李少去睡同一張床 所以感覺其實還蠻舒服的 嗯...這邊是救護站 裡面有點藥水 我這樣拿走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畢竟是... 救護...站啊 是吧李少 呵呵呵 好啦!早上了 早上看起來就舒服一點了 比較不會那麼恐怖 所以我們先... 四處逛一下好了 這邊養了好多隻雞喔 不知道這戶人家是做什麼的 嗯? 沒有人欸 有錢放在這裡 怎麼辦? 該拿還是不拿 該拿還是不拿 當然拿啦 呵呵呵呵 這是勇者 勇者的第一課欸 看到房子裡面有錢 就需要把他拿走 就是成了一個... 好勇者的... 就是... 必備的習慣 我們看一下去借村這邊 村莊裡的... 事情大概是怎麼樣子 小麥都熟了 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熟 等一下... 這個人是... 喔... 你是怎麼進去的? 你難道出來的時候 要爬這個窗屋出來嗎? 呵呵呵... 他賣弓欸 還有賣一點劍 是不是需要買一點啊? 好! 我們買一點好了 先買把弓 再買一點劍 沒錢了 呵呵... 剩下七塊錢 沒關係 有了弓跟劍之後 感覺就比較厲害啊 什麼? 不會嗎? 呵呵... 不要這樣搶我嘛 你...為什麼要這種眼神看著我 呵呵... 呵呵... 你說我...什麼東西都射不到是嗎? 不會啦... 可以的... 欸... 相信我嘛 欸... 我女兒很漂亮吧 你女兒在哪裡啊? 你女兒... 這是... 嗯... 更多money 還有點肌肉 更多錢錢 ありがとう 等一下... 你女兒呢? 呵呵... 我根本不知道你女兒是誰 你這個人怪怪的 走開 那我們去看一下這間房間裡面 嗯... 什麼東西都沒有賣 他什麼也都不想講 那我們搜刮一下好了 畢竟我們是要去... 盜墓的 所以我們要先... 喔! 這個是... 單月瀑布 喔! 是指下去的是嗎? 是因為這樣看下來剛好可以看到月亮 喔... 這就很有可能 可能是下面的人 在下面看上來就看到月亮 所以他就叫這個地方為單月瀑布 很有道理 呵呵... 我們先去搜刮樹的房間好了 這附近... 還有哪裡沒有搜刮到啊? 喔! 你是誰? 江湖樹氏 聽起來好酷喔 呵呵... 等等! 我建立印堂發黑眉心略有一股黑氣 必有大難 路旁的江湖樹氏拉住了我 呵呵... 那是啥解法啊? 那是啥法解? 法解是什麼意思啊? 我有點... 不耐煩地說到 哪都充斥了這些... 二百五的... 呵呵... 是... 一個角色... 二百五是...應該是... 應該是一些民間術語是不是 二百五的江湖樹氏 看小哥看得起我 我就... 呵呵... 但是看得起你嗎? 我就教你的辦法 那術士朝我身上比了比 像是在做法似的 他比完之後說到 我這一幅紙 你回去燒成灰 呵呵... 一頂愛配溫開水喝了下去 包准你事事順心 說完之後他就將生前的錢筒 往我這裡推了過來 我看你們這隻術士 這些術士到底有幾兩種 都在唬人 還跟我討錢了 說完之後正準備離去 好好好小哥別走 那... 我就有個消息要聽嗎? 和唐朝古墓有關喔 我聽了之後 又轉頭走了回來 那說吧 我的口氣已經有點厭倦了 這次 總得給我一個陰涼了吧 我包准你絕對不會後悔 他又把錢筒推了過來 呵呵呵... 天啊... 你這個奸傷 我身上東西好滿喔 我們來... 我們來喝個這個湯好了 不見... 沒有什麼事做 嘿... 我可以把這個玩給他耶 那... 看你那麼窮 你可以換個新碗 丟不進去 呃... 我們這樣丟 喔!成功了 喔不對 他被擠出去了 管他的 好貴喔 要15個 我差點買不起耶 呵呵呵 呃... 好江湖是不是 這個 原來我們哪一本書 只能換到...換到石頭 龍泉的傳說 好...至少...至少我們有點情報了 看一下上面寫了些什麼東西 那樹勢見了我們投了錢就要說到 你知道這上去有個林子 我剛剛看著妹子 呵呵呵呵... 這上去有個妹子 呵呵... 妹子裡面有股龍泉 這古就被這村的村民奉為神水 其實他們不知道 這口水之所以有神效 是因為一種名為朝天籍 這是...籍對不對 的寶物 朝天籍我懷疑 對 傳說是說到 天上落到凡間的寶物 只要你把... 處地石 投入谷底 就能夠拿到這個朝天籍 曾在一本古書中看到 當... 處地石和朝天籍結合在一起 就能夠將... 就能當作是一把門的鑰匙 能夠打開通往谷木的通道 那也要有處地石才行 我看...也只是一隻寶物 李少衝衝著他問道 我和...小兄弟友人 我剛好身上有 給你 是不是... 從...袖口中拿出... 這... 這是隨便... 隨便都可以拿到的嗎? 呵... 等等 為什麼你要把這給我 我和你非清非故 必有詐 李少擋住他的手 擋住他伸出的手 那位書士解釋道 這東西是我前些日子在喝裡發現的 閃閃亮亮的 一看才發現是寶物 但... 這東西和我帶煞 我是不能用的 原本想丟掉又捨不得 我看你有... 我看你有人便送給你 他說完... 後... 我便伸手接過那石頭 真的還假的... 你為什麼把那種東西... 你可以買到古腕店裡面去喔 你可以去... 就是前面而已 我們村莊有人收古腕的 你拿去那裡好了 呵... 恩... 應該是這個對不對 儲地石 話說我可以這樣直接跟他換嗎 也可以耶 嘿... 買這個儲地石 好了我們買到了儲地石 這個是... 雙月瀑布 為什麼叫雙月阿 這裡看上去... 會有兩個月亮嗎 還是是因為那顆... 那一座山把... 把月亮... 砍成了兩半 就是月亮剛好在中間 所以看起來很像兩個月亮 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 我們... 我們得到了... 這個石頭之後 應該可以往山上走了 對不對 我有到這間房間去過嗎 小兄弟 這是... 這是你的房間嗎 喔... 有點錢耶 呵... 呵... 我都給你15塊了 給我兩塊錢 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胡蘿蔔耶 不行 這是別人種的田 勇者... 勇者只搜刮錢 不搜刮食物的 我們要想辦法... 想辦法到... 那個瀑布上面去 對不對 所以... 應該是往這裡走 我們上去看一下 恩... 應該是這裡對不對 曲家宅中 好美喔 我喜歡這個地方 有種... 清閒清閒 清淨的感覺 就是這裡了 對不對 龍泉 哇... 呵呵... 哇嗚... 這音效也來得太剛好了吧 我們要把... 要把這個東西丟進去囉 嘿 恩... 天地史 可以在紅石燈上使用 用完不可以回收 那... 我們就去黃金瀑布探險吧 所以是在... 所以是在這裡是嗎 天地史 江湖是不是口中可以打開通往果木的道路 等一下我怎麼沒有看到那個什麼... 什麼方天化集的東西 不是方天化集 呵呵... 那個什麼奇怪集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要把... 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不... 蛤... 我怎麼打掉就怕就不見了 糟了 呵呵... 這樣子...這樣子有問題嗎 怎麼看起來都很像是... 譂א... 他的入口... 他的入口在... 他的入口在黃金瀑布 不 不要消失 不要消失 他消失了 這問題很大 幸好我有備份檔案 OK 這一集Episode差不多先完到這 下一集Episode我會自己再走在這個地方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喔 別忘了在左下角有個喜歡 在左上角有個訂閱 使使訂閱騙頻道 使使看這邊騙動態 為什麼這邊要用這個啦 每家不能用普通石頭嗎 用普通石頭我還不會奇異耶 奇異 好啦 那下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I did it 他這次沒有音效 之後我們要回到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翻頁飛過去嗎 我還以為我有卡住了 我還以為我有卡住了